坦克用轻动力是为了环保吗? 错,是为了隐身 韩国推出了一款新坦克K3 外星有些像P201 同样的六边形装甲 同样主打隐身 当然K3也有一点新东西 轻动力 这下环保人士狂喜 绝对的零污染 不过从作战的角度来看 K3使用轻动力的目的 并非环保 而是红外隐身 只是问题在于 这个轻动力坦克 是否会变成自爆卡车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K3如何实现隐身 轻动力坦克是否安全 以及在未来战场 K3这种隐身坦克 该如何作战 K3坦克由韩国现代乐铁 与现代汽车公司合作研发 总体设计要比德国的 KF51黑豹 德法研制的EMBT 以及俄罗斯的特14 先进的多 无人炮塔 三人车座 130毫米滑汤炮 这种标准配置 K3一个不拉 并且还有一定的创新 K3的设计属于传统布局 前面是驾驶室 中间是炮塔 后面是动力包 不过在成员位置上 驾驶员 车长 炮手 并列坐在车体前部的装甲舱内 这点不是什么新设计 特14 MEX 也是三人并列 不过 K3的现代化程度高 可以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 自主运行 只需要指定一个位置 K3就能自动开过去 这个时候 成员就能来杯红茶 体验一下 大鹰坦克成员的快乐 顺带再用面前的大屏幕 操作面板 看个电影 至于发现并打击敌人 那是坦克的任务 关成员什么事 K3可以依靠AI模型 智能分析周边的战场态势 并判断威胁目标 一旦发现敌人 K3就会发送打击请示 驾驶员只需要点击 屏幕上的敌对目标 坦克炮自己就会选择 合适的弹药 并完成射击 打击效率 速度和灵敏度 大幅上升 做到了真正的一箭打击 如此便利的射击 火力军都能上去开量炮 而且这样一来 K3的成员 也不需要分什么驾驶员炮手 一个人都能接管坦克 完成驾驶 射击等任务 即使出现人员损失 也不会影响坦克的作战 至于K3的火力 只能说还行 130毫米滑膛炮 不算什么吸引设计 在防御方面 激光警告器 导弹警告预警器 主动防御系统 以及无人机干扰系统 更是坦克的标配 没有什么好聊的 K3最突出的特点 是轻动力 这也是第一次 在坦克上出现 放在汽车上 轻动力的优点是环保 但是在坦克上使用 就要再加上一个隐身了 不过就跟火力军 上面说的那样 使用轻动力 还要考虑 坦克是否会变成 自爆卡车 从坦克诞生至今 发动机大致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汽油机时代 柴油机时代 柴燃共存时代 当前大多数的坦克 都是柴油机 比如鲍2 勒克莱尔 梅卡瓦 K2 燃气轮机 就只有特80与M1 相比较柴油机 燃气轮机 的确有一定的优势 启动只需要一分钟 而柴油机需要提前预热 结构也相对简单 维修起来也方便 缺点就是油耗高 M1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但无论是柴油机 还是燃气轮机 都存在噪音大 废热太高的缺点 而轻动力 就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作为一种环保能源 氢气燃烧产生的燃气中 仅包含水和氧气 没有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等杂质 能量的利用效率更高 氢气的燃烧的热效率 可以达到80%以上 而其他传统燃料的热效率 只能达到60%到70% 如果是液态氢燃料电池 氢气通过电化反应 直接转化为电能 再转化为机械能 热效率更高 可以达到90%以上 5亿的排放物就只有水 这也就意味着 K3发动机制造的红外辐射 可以无限缩小 而且从外形来看 K3很像波兰之前推出的PL-01 使用了六边形的装甲模块 火力均估计 大概也有类似PL-01的功能 通过捕获坦克周围的环境参数 比如温度湿度 使其与周围的环境相当 加上尾部的废热大大减少 K3可以实现完美的红外隐身 至于雷达隐身 坦克不需要考虑这东西 交战距离太短 并且地面会对雷达波 产生很大的影响 坦克对于雷达隐身的需求 并不是很大 更多是伪装 此外 K3也可以实现静默行驶 氢燃料电池的原理 就是氢气箱提供的氢气 在燃料电池中发电 从而驱动电动机 其中燃料电池的发电装置 相当于单个电池堆叠而成的基木 没有机械传动部件 也不存在机械磨损和机械故障 使用寿命长更容易维护 噪音也更小一点 衍生的目的实现之后 就要考虑轻动力坦克的安全性如何 别的坦克发动机被炸 成员还可以选择步兵作战 但轻动力坦克被炸毁后 成员就要找上帝聊天 开启第二人声了 不过火力军觉得 韩国在开发K3的时候 应该就考虑过这些问题 在发动机的位置 特意加护装甲 而且轻动力也没那么容易爆炸 丰田美瑞氢燃料车 曾做过测试 如果被一辆时速80公里的车追尾 汽车受损非常严重 但是并不会伤到氢气罐 此外氢气在空气中的爆炸极限 是4%到75.6%的体积浓度 只有在这个浓度范围内 遇到火源才会发生爆炸 所以丰田美瑞氢燃料车 给楚氢罐加了一个易容塞阀门 在高温高压的情况下 易容塞会受热融化 将氢气释放出来 避免气罐爆炸 K3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措施 只是民用终究是民用 无法保证坦克在战场上的安全 如果K3氢气罐 被一发穿甲榴弹击中 或者是被破甲弹的射流击中 什么防护措施 都拦不住坦克爆炸 除了安全 后勤也可能成为K3的隐患 战斗的胜负取决于火力 而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后勤 对轻动力坦克而言 如何在坦克上安装楚氢装置 算是一个难题 氢气的清脆现象 会严重腐蚀楚氢罐 储存成本很高 后勤体系也会受到影响 无论是POWER M1 都可以在普通加油站 补充柴油汽油 甚至是航空没有 而采用氢燃料电池的K3 必须单独安排加氢装置 由于目前各国的加氢装置还不成熟 K3需要单独配备 带着高压楚氢罐的补给车 相比较K3 这些补给车没有隐身能力 装甲也不会很厚 很容易遭到敌方无人机的打击 在战争时期 当然这并非绝对 只要战术得当 这些补给车与K3 想要爆炸都很难 说实在的 当前的坦克其实已经发展到了瓶颈 美英德基本都在走老路 停止了新一代的发展 即使是已经推出的四代坦克 也是如此 在升级方面 无论是特14KF51 还是MEXEMBT 都是追求更强的火力 更耐揍的装甲 再特殊一点 那就来一个柴电混合动力 或者塞几家无人机 比如KF51 使用130毫米加冬炮 顺带在坦克上 装了几家无人机 特14则是追求无人炮塔 以及口径更大的坦克炮 MEX则是柴电混动 虽然性能都有一定的增强 但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无法适应现代战场 也无法在未来战场作战 比如升级火力 火力金觉得完全没必要 虽然可以变强 但用不到 当前坦克的主要威胁并不是坦克 而是无人机 坦克与坦克之间的对决 也不是你打我一炮 我打你一炮 谁先扛不住谁输 而是指挥无人机 对付敌方坦克 毕竟现在的坦克 不会一辆车就出来作战 都是体系化 对地面部队提供远程火力支援的任务 也可以交给无人机 不仅效率更高 还更省钱 实在不行 也可以由步兵战车提供火力支援 火炮与弹药的发展 已经使坦克与步战车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至于升级防护 那就更不需要了 当前的战场环境 毛雨盾已经严重失衡 坦克的防护 根本拦不住敌方的反坦克武器 在乌俄战场之上 到处都是坦克的残区 已经被炸成大号高达了 无论坦克再怎么追求防御 都是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 特14 KF-51这种坦克 吨位都明显下滑 K-3的战斗权重 也只有55吨 而当前服役的主战坦克 在挂满装甲之后 能达到70吨左右 也正是因为坦克的作用大幅下滑 乌俄战争爆发之后 坦克无用论这个话题会变成热点 不过K-3这种坦克出现之后 谁再说坦克无用 大家就可以给它来一个大嘴巴子 K-3可以适应未来战场 相比较其他使用柴油机的坦克 使用轻动力的K-3 机动性其实更好 即使是低速状态下 氢燃料电池 也可以为坦克提供较高的扭矩 加上红外隐身能力 非常适合突击作战 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来上一跑 也可以选择藏起来 充当伏地魔 不过火力军要说的是 虽然性能适合 但是实际作战时 K-3并不会出现在最前线 或者敌人附近 因为这样实在是太浪费了 无论飞机还是坦克 只要带上隐身这俩字 造价就一定不会低 用这种东西攻击 就相当于拿F-35田地 能用但危险程度太高 在乌俄战争中 特殃四仅在乌东地区 进行过几次测试 没有被俄军派到前线 原因就是产量少 价格又贵 被炸毁一辆 就是血亏 所以作为一款隐身坦克 K-3要做的并不是充当赶死队 而是作为一个指挥中心 指挥无人机 与无人战车作战 负责战场上的调度 就像当前的F-35一样 充当预警机 与前线战机的中继 为其他战机提供情报 不需要自己动手 毕竟真要论火力 F-35还真拼不过F-15与F-16 内置弹舱放不了多少武器 等到美军的中程辽机一服役之后 就会变成F-35指挥辽机作战 这个战术可不是火力军随便说的 韩国在设计K-3的时候 就计划为其搭配一辆无人坦克 并由成员负责操纵 从而掩护自身 完成各种作战任务 各国当前也正在研发无人坦克 比如美国的M-5 土耳其的影子骑士 俄罗斯的天王星系列 隐身坦克只会无人坦克 坦克的火力就不再是终点 可以滋味就好 口径变大背径坚效 会成为坦克的标配 不再负责攻击 坦克的隐身能力 也能使其躲避无人机与导弹的打击 即使吨位减少 也不会影响生存能力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抗干扰能力 当前的物恶战场 电磁环境就已经很复杂了 在未来战场 随着作战方式的改变 电子战会成为作战终点 无人坦克需要在更复杂的电子环境下作战 抗干扰能力必须足够强 才能发挥作用 总的来说 未来坦克的作战方式 将以无人模式为主 发展方向则倾向指挥中心 短期的过渡会从无人炮塔开始 服务模块化设计 隐身设计 甚至是自身也会配备一定数量的无人机 从而最大程度的保证 态势感知能力 更好的指挥 无人坦克作战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K3这种轻动力隐身坦克 在战场能起到什么作用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君 下期见